歡迎光臨,大家好,歡迎跑馬4.09頻道 今天早上幫我們做這集節目 剛剛馬會公佈有三匹的新加坡馬 新加坡自購馬來講 新加坡大家都知道10月都會結束 原來有些馬真的可以過來 如果根據報道,一隻叫封城,一隻功夫超人 以及一隻叫獵鷹九月 分別放在廖康銘,高冬妮和偉達 關於新加坡馬,早上來談一談 張先生,請問一下早上 我只是說一句,一定要現在來的 因為這集馬7月1日之後來 如果他五歲應該不能來 所以他不能跑到10月才來 到時已經過了稅數,是不是這樣? 這幾隻是不是四歲馬來的? 不是,三隻都是三歲馬來的 因為西加坡那邊有很多兩歲馬跑的賽事 他其實是 上年兩歲尾初出道 然後過了8月之後,轉三歲 再跑過才來香港 所以他不是因為稅數,都是快點離好 那應該有盤算吧 因為有 其實有兩隻,好像功夫超人和獵鷹九月 你看回新加坡的評分 其實未必有資格來的 因為香港的評分應該是要平63分 現在最低三班 但是我檢查他兩隻馬 功夫超人,一出即勝 獵鷹九月是一貫一貴的 但是那兩隻馬在新加坡的評分 都是56分 所以我想跟馬會那邊談好了 這隻馬應該是插63分起步 如果正常來說 哈哈哈哈 即是加了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有點虧了 但是可能都是 特事特辦地讓他過來 那你現在還會陸續做新加坡馬來呢 那我暫時不是太清楚 因為我上次去的時候 其實我也認識豐盛的馬主 即是他田太馬是其中一個經理人的 即是他跟我說都是說有三隻過來的 但是之後就沒有,我就不太清楚了 哦,你好像頭馬上有分影的,對吧? 嗯,都是癡癡啊 哈哈哈哈 風性,是甚麼料來的? 嗯,是很準的,跑了八次,四貫三馬一貴 但是他,因為最後之前贏了一場 新加坡那邊加了評分約75分 那你相對來說可能 在香港評分可能會不會評63分那麼低 可能就比較沒那麼好 咯,大家先解釋一下 你加坡評分和香港有沒有關係呢? 那當然沒有關係的啦 但是始終,其實好像你說 如果澳門馬來香港跑的 那他一定是跟回港澳杯的樣榜的嘛 那我不知道香港馬會對新加坡馬的折扬是多少分 那一定是有折扬啦 但是如果你說功夫超人和聶英九宇這兩隻是平56分的 即是你來到香港 真是63分起步的話就肯定是當作是虧分的 起步來講 或者不是呢,或者他假設新加坡馬高過香港馬 失分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都可以的 但是正常不會這樣想的嘛 即是林家俊將那條赤子你去量度啦 林家俊將那邊有百多分嗎? 是啊,一百二十多,整個一百三十的應該,我沒記錯 哦,那不合理了吧 是啊 不過特事特辦呢 如果拿著林家俊將那裡 香港,他那邊有一百三十多 我們那裡林家俊將是大於香港一百分的馬左右 是啊 可能高一點的,如果你計算今年一里錦嬌跑第九 只要是一百十左右 哦,你落官只要一百十,我就當一百零多 那不要爭辯了,總之理論上,星加坡評分應該要這樣說 要打一次頭應該是10-20分的 那如果50幾分 即是如果他跟澳門一樣,現在他是5分,應該是51分 嗯嗯嗯 好了,我講回澳門了,如果既然開了燈,新加坡 坐飛機來,當然運費不太貴 都來三隻啦 我們不知道稍後還有沒有啦 那麼澳門又怎樣呢? 就更加快玩,如果是很快就來的啦 那你要看看馬會接不接受 好像用港澳盃的運輸方法,即是坐等船啦 但是如果不給的,又是要運回到第三地就很麻煩啦 嗯嗯嗯 好了,那些馬,如果在澳門剩下不夠二千隻馬 其實有哪些馬是有可能來香港呢? 包括稅數 首先,稅數很重要啦 因為香港不會要你們六、七歲馬 即是不會啦 因為之前其實應總也回應過一個問題的 他就說一定要跟香港入口馬的規則啦 現在看回澳門合資格的馬其實不是很多啦 即是可能只有十隻以來啦 嗯 那些馬主有沒有簽呀 又或者真的賣到給中籤的人呀 以及怎樣運泥呀 所以就一定要 都是要三月完結之後才知道 詳情有沒有這樣的馬過來了啦 那麼理論上澳門有沙地嘛 那麼沙地和香港的泥地是不同的 那麼我們撇開如果純粹草地 有沒有十隻那麼多可以供應來香港呀 有沒有那麼多呀 最多一定是十隻以來的啦 你還要看看有些評分 就好像現在新加坡這兩隻 當地評馬六分的 許肯敏說給你過啦 又破例 是啊 很多都破例的啦 但其實上澳門不是很多 三歲馬的呀 三歲馬已經平入口了一年了嘛 那麼那些馬平均 一定是四歲的啦 四歲的啦 那麼如果你再遲些 這樣過不了的啦 去到8月1日之後 全部變五歲馬不來的呀 理論上呀 是的 那麼你估計會來呀 或者收到封會來呀 暫時未收到封 但是未知有沒有簽 不過有些有很大機會都有簽的 不過都不是四歲啦 但是有很多馬主 根本是澳門馬主 未必是香港會員的呀 我們認識好幾位澳門當地的人 養很多馬都不是香港會員的 當然有啦 後來現在鄭榮斌呀 哈哈哈哈 會不會可能有些 即是有些我們未見的 有些新馬而已 過不過來的那些 不過都 新馬 又有新馬嗎 即是之前那些一路來了 可能沒什麼跑過 那些那些啦 但是那些我們大陸看不到啦 不過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 給有機會大一點 不知道呀 那些可能 我猜呀 其中一隻可能是赤飛龍 會不會也會簽過來呀 我覺得這隻機會大一點呀 赤飛龍應該是內地馬主的 應該是 是啊 如果香港有的話 就可能國邦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這隻 當時那隻不是很向的嘛 我想條件都是要香港馬主擁有才行的嘛 你說現在賣給他就行的 是嗎 是啊 但是你要逆主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澳門逆主先的嘛 是啊 據我所知 聶英九月那些都是不是這個 因為聶英九月那個馬主 其實就是王權的嘛 以前就是泰國那邊那些 噢 騙套啊 緬碎店那個集團的 那所以 應該是賣了給香港馬主才運到來的 聶英九月就是 是啊 即是不能夠說非香港會員 現在還沒開這條例啦 我想他不會這麼快 這麼草率 為了幾隻馬 買這個例 不是 全世界馬主都可以來的 我想 很長短或者有可能 在短期內 就未必會做這個步驟啦 除非你真是很大的馬主 又是高東方向 或者 鱷伯人陣營那邊 那些就可能不會啦 但是你其他的應該不會啦 是一個普通的 搞亂了條例 就是不對的 無緣無緣無緣 那去養馬啦 接著就給他一個會食 那又不對的嘛 這條數是不對的 不過不要緊啦 純粹來計算 澳門就快要跑完的 如果要來爭取來 4月一定要來的了 是啊 應該就是因為你沒有理由 因為你就算留下馬在那邊 也還要給養馬費的嘛 你一定是盡快爭取過來的 是啊 你也要找到六個點 Stanley 你最想 你有跟澳門馬 你認為最有機會 或者你最想來香港 有本一、兩隻呀 剛才我說的那隻 赤飛龍 我覺得有點用的嘛 那隻 是不是救響爺馬 那隻剛剛報告香港那場賽事 不過就 救響爺馬那隻 有報道說救響是那些馬 會去韓國 好似說 哦 過韓國 是啊 救響了很多隻的 救響日撥在澳門 哦 去韓國 哦 OK 那就機會更好一點了 那現在這隻赤飛龍現在多少分的 大概 是不是九十 九十幾分的應該是 九十幾分的 哦 夠幾分 九十幾分 減十五分都 七十幾的 香港 我想 他現在不會減十五分的了 因為上年港澳杯是減得五分的 現在應該減五分的 啊 是呀 是呀 最後一屆的 停了很多年之後的港澳杯 就是設定一個條例 只有五分的 只有五分的 因為之前澳門那些馬評分全部減十分 所以 是呀 變成了上屆 伏辦就是減五分的 減五分 那如果赤飛龍八十幾分 不就要 同馬監的了 哈哈哈哈 等下三班 等三班先 等七十多分六七十分馬 反而有一隻 過了例如上是號勝刑保 因為跑沙底的 那看來香港 就適應了 那還有馬主在香港有馬 可能有籤 好大機會有籤 號勝是呀 是啊 是不是進黃昇 進黃昇 進黃昇 自購馬過來 對我來說 沒錯 進黃昇差不多 跑五分幾場 即是如果 即是即時退役 給你過來也挺有趣的 哈哈哈哈 好了 看看之後的發展 有沒有最後兩地 結束之後的馬拔 會不會 好像映總所說 盡量協助 他的形容是 我盡量幫忙 是否最後是這樣 好了 我們多謝阿祖士 這集都已經談到那麼多了 歡迎各位網友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按讚、按讚 給我們 亦都歡迎成為所有寶原 成為所有寶原的方法 在YouTube文字版的link 和KickAway 就會成為所有寶原的方法 我們先談到那麼多 今次呢 我们下期再见